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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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又一颗凤梨全往地上砸 农民的心超痛 因为凤梨产销失衡 中南部农民苦不堪言 人家就正往来要来赢孕 农民来赢孕 农民来赢孕 要来赢孕 赢孕 不敢赢孕 你若不出发孕 我们台湾要赢孕 这做事人要赢孕 你已经知道 农民来赢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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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清德跟农委会赶紧想想办法 不过早在去年 农委会就有整合资讯平台 并传出价格逐渐回问 民进党政府已经为了产效失调 做了很多改革跟努力 大家不要沦为口水战政治操作 我们希望能真正的来解决 还有一个重大议题 等一下台大的法律学名誉教授 赫德芬加入我们的讨论 因为中研院的院士会议当中 昨天对于管忠明 任职台大校长这个案子 有最新的决议了 这里头背后有什么玄机吗 等一下听听看他怎么说 来 我首先请教的是王定宇 从这样的抗议来自于 说是五个县市的农民 这个新闻我们应该怎么看 很难看 难看到我今天到观庙那边 很多果农在摇头 我觉得大家关心农民是好事 可是你知道一个假的消息 或者一个稍微灌水的消息 你会让农民辛苦一年的修行 别话给的时候 输人啊 人们都说三块你搞不好十三块 这个是会伤害农民的 以前我们讲古建商农 现在我很担心是嘴建商农 那我先讲长远的 这一波的凤梨的状况是因为去年价格很好 所以今年呢 又加上没下雨 所以有人种植范围变大 然后呢产量增加 所以它价格 这供需很基本的供需 所以确实价格不如去年 但价格有没有像某一些开记者会人说 一间存三块 我这里特别不要用我讲的话 因为我是民进党的委员 我讲的话也许会帮民进党擦紫抹粉 我今天特别去问 官庙农会供销部郑主任 他的讲法好简单 我昨天看到有人在声援官庙的凤梨 你听他怎么讲啊 他说官庙凤梨已经进入产期尾声 目前根本没有交易量 没有交易量 你现在跟我讲七月份 官庙王来计划办到什么程度 十七号十七盒 王来在五月底 六月中 就没得差不多了 那官庙区有个果菜生产合作社 他还具名他是理事主席郭忠 他说拼着好的王来以瓦销为主 价格还不错 目前媒体报道的凤梨以裂果为主 裂果有人说下等果 有人说肉赤割 有人说敲开裂果 以裂果为主 价格当然比较便宜 那现在他们在忙什么 我们现在在没人受孙子 所以现在在声援官庙凤梨了 拜托你真的去现场看一下 现在合作社头前面水趟一堆 在生孙子 对 然后呢 那我还担心这两个人 对我说贺为娘 我就去钓 凤梨 官庙凤梨最后几乎一个小 你知道通常水果是从南部往北收 屏东收完凤梨换高雄 高雄收完凤梨换台南 台南收完现在换嘉义云林 往北到一个温度以上的 他就不会没有这个产品了 所以如果台南现在是这种凤梨的几乎 高屏还有吗 这是一个尝试问题 第二个水果的产季初期价格最好 等到量盛产期之后 它价格就会掉下一点点 然后到外面则会有 所以6月23号交易价格 产地价 不是你们台北市买的末端价 好 这个是产地的交易 产地价 就是说最上游了 好 那来到你们家外面的大麦城 那价格当然不一樣 经过很多段的成本 对对对 好 这个是官庙 好 现在官庙没有大家在爱 官庙 台北今天的承销价是多少 等一下俊仙要不要我了解 销到台北的平均价钱是多少 对 嘉义跟昏林 好 嘉义跟昏林 17盒翁来 我们亲自打电话去问民雄相农会 陀文森总干事 有人有生 不像有一些 以前的国民党党工 现在变成在那边讲话的 陀文森总干事说什么 正常品 就是真的要买消费价的 差不多一台金 10到16 是不是跟贯票差不多 那这个市场卖的行情 大概14到19 那他讲有一块到三块有 是次等品 一样嘛 裂果嘛 而且每一年裂果 差不多这个价钱 一块到四块 那市场有没有在卖 菜裂果 没有 没人在菜市场里面 没有在卖的 是 这个是民雄加义了吧 是 那 再看一个 大盘交易 战利山要控移一件 你要先看一下吧 台北市你们有懂事的嘛 台北市的果菜市场 金钻凤梨的价格 六月二十五号到七月一号 平均每公斤 十二点四元 那一台金大概 他一台金的价格 就會再上来一点点 那上品 好的东西 对 那个金钻 看几岛的 上品的话 是二十点二的 那中品 十一点八 下品就裂果 是 裂果都去做完 了得多 六点五 那高雄的金钻凤梨 六月二十五到七月一号 他用平均 上中下加起来平均 还有十二点三元 所以 我们拿这个真实的交易数字来讲 是 我们就发现几个有趣的事情 现在是在插水果的行情 还是在插境地的行情 你们到底是在讲政治 还是讲水果 在上个月 像观庙的凤梨价格掉下来的时候 八军团有下单采购 就是政府的应变作为 采购到最后 农会回答说 我没有用来好买你了 没有了 卖完了 没有了 收不了了 现在看你要吃鱼子 没有了 所以如果现在在深圆 台南 屏东高雄的 你好像速度慢了一点 人家已经收彩完了 然后也没有那个三块的价钱 三块 農民绝对不去餐人收 买好 你到田里收那个三块的 不划算 所以今年真实的状况是 因为去年的行情好 今年的气候好 两个因素造成产量大增 所以今年的产地价比去年低 但是没有低到一斤三块 那第二个 告诉你一斤一块到三块的 他们忘记告诉你的一件事情 那个叫做烈果 不是卖给消费者的这个一般品 然后最后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不管农委会下去收购 或者军团下去收购 这些措施早在这些口水之前 就已经进行 进行相当的时间了 之前是香蕉 现在是凤梨 你们现在还在讲这个的时候 拜托眼睛去看下一季的水果 因为这一季的水果 已经到凤梅了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为了政治的行情 去伤害到市场的交易秩序 这对农民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 会不会太缺德呢 来 马上连线到高雄骑山 但是我们连线给这个吴老板之前 听听看 因为这些农民呢 家宜 这是家宜的农民说 你们要把这些农来 变成一间村一块两块三块 你们就去导致民进党 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声音 就是说一块两块三块 那到底真实状况是什么 这是今天抗议的画面 抗议的画面 丢出十大的救浓的建言书 来 我想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想请教是高雄骑山的吴老板 因为在上次香蕉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去呼吁 香蕉的时候我们都说 其实中国自己金礁也继续落得很差 我们一直呼吁大家来吃 吃的结果 香蕉的确价格就慢慢起来了 有关于老板 我请问 你自己你的水果盘商 因为金礁也买嘛 翁来也买嘛 我相信接下来有人说 像是火龙果 你通通都卖 这样就追过 艾文也都买 到底 他们说什么 纯六到纯一块两块 所以叫做一二三 就农民来讲 产地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来 吴老板 产地确实以小地在购买 没有这么便宜啦 那确实是这个王定宁大哥 所讲的烈果 那有人说是这个肉身的 他就比较容易腐烂容易坏 所以他不适合再到这个市场里面做销售行为 但是如果你是品质好的相对好的 他的价格 譬如说七块八块台金 我是以台金的价格 这个是比较正常合理的价位 那如果品质更好的 在这个台北农产 以今天来讲 确实他的上品有到达二十四块 那全场的平均价 包括下品平均价也有十九块 确实没有这么便宜的 没有这么便宜 确实没有这么便宜的 那应该 小地应该 在看应该都是加工果 加工果 那实际呢 農民现在买 买出的价格是多少 甚至说我现在画面秀出了 也许你看不到 这是以前我在无心街的传统市场买的 你看这一颗 这一颗无心街我买的 它它两颗五十块 五颗 你买五颗 我算你一百块就好了 这是 其实卖相 老实讲这欧来是普通 是过手了 过手是不是 然后这个是吴老板 你们欧来的画面 另外呢 因为三里在内湖 我们在对面的大卖场呢 我们去大卖场看 它挂在这个地方 一颗五颗 它说买三十九块 三十九块 是 那你看到这个就是高雄齐山的 是 我看你高雄齐山 你这些翁来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以这个无心街来讲 如果是两颗五颗 五颗要买一百 换算成我们看到每台斤 大概二十块钱 每公斤大概三十五到三十六块钱 这是在台北我买的行情 我买的行情 是 在那你看大卖场 在我们对面的大卖场 是 一顿翁来 买多少 买三十九块 所以呢 现在农民画出一二三 这到底是什么 怎么回事 持平来讲 我们今年的所有的水果价格 确实比往年低 这是事实 但是 没有低到这么离谱 不可能有一块 两块三块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台北农产 应该它的那个到货量 会挤爆才对 对 那如果这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是是是 来 吴老板 现在在台南 伊南 是17盒子又有没有 没有啦 没有什么回事 没有回事 是不是叫17盒子 17盒子 17盒子就是 17盒子 在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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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17盒子就没有了 那这些叫做 叫声源高频的凤梨龙 我真的听不懂 你知道吗 就没有回事 是 那你所了解 这背后 真的有人在做政治操作吗 吴老板 这个 我是觉得 我不敢这样讲 但是我是觉得 我们不要 凡事都批评 因为事实上 我们今年的水果的价格 确实是有比往年低 这是事实 但是没有低到这么夸张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报导 只会害了农民 并不会使农民的收益增加 为什么 因为市面上消费者店家 他们一听到说 哇原来你们产地价 才收购3块2块1块 那你一台金 你要卖我8块10块 那我怎么做生意 对 那那个消费者怎么买得下去 那这样子来讲 没有真实反映产地价格 反而会害了农友啊 对 因为他们会觉得 我们是这个恶心 是 对的确实 来 有老板你在SG线上 你画面还持续着 来 俊憲 我今天看到 有一些所谓的抗议行动 是 我实在很生气 你不要帮农民就算了 你不要害农民 你如果不要倒下手就沒關係 你不要黑白说的 刚才我们说的 那一斤 一块到三块 它每一年都会有 就是一些裂果嘛 那些东西是 是没有在正常市场 在买卖的 通常都会送去工厂 做凤梨干啊 果酱啊 甚至凤梨酥 那种裂果每一年都有啊 你现在用裂果的价钱 在喊说什么 凤梨价格封盘 刚刚定宜 还有我们这吴建生 讲得很清楚嘛 价格 虽然没有去年那么好 但是都还在一定的 合理范围内 甚至于 今年因为雨量很多 下了大雨 有些一些泡水的凤梨啊 人为为还要补助农民 当你把这些 这些坏的水果 又送到工厂去 他又补助你运费 嗯哼哼哼哼 现在不是说 本来出一斤是8块 運费还补助2块钱 没有错啊 政府也是一斤10块 政府也是 来补助这些农民来收购 包括军方啦 包括企业界 大家都一起一起帮忙 帮忙来吃凤梨嘛 我认为国民党这些人 你刚抹黑完香蕉 先来打凤梨 再接下来啦 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啊 就是会打火龙果 就是会打芒果 他跟着季节走的啦 就是火龙果 就是芒果 農民的叫人害死啦 好好 那这几个带头的 我一看啊 都是五个月以后要选举的 国民党的什么議員啊 什么 订队好帅人 都这些人啊 你们要选举没有关系 操作政治议题 不要就害死农民 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那在嘉义以北 手里面如果嘉义那些 还有凤梨的农民他怎么卖 嗯哼 对不对 人家会以为价格分盘啊 实际上没有啊 嗯哼哼哼 是 那消费者怎么买得下手 就刚刚吴建森所讲的 消费者会认为 哦 那王子那很少 你是怎么卖草卖那么贵 你怎么会买到 教道理我应该要跟这个 你两粒 两粒五十一粒二十五块 算起来 他这也一斤 对不对 台金一十块 美国金三十五块 做道理 我要跟他抗议啊 对对对 我看国民党指责的 可是市场价格不是 从 从产地就十几块嘛 没有 你如果说一人问 我问到台北 我买到的 市场是合理价格啊 没有错 是不是 我说国民党指责的 没有一样正确的 都不属心的欧白说 说什么今年王来 外销外销 外销外销 凤梨跟香蕉外销都比去年成长 所以 凤梨还成长快一成啊 嗯哼 所以我想 当然 产量影响价格波动都会有 有时候价格也会很好啊 但是 有沒有在合理范围 嗯哼 那政府有没有立刻 立刻做相关的回应 是 重点是不要人为了 去害死农民 OK 如果 这真的是背后政治操作 我觉得 拿农民来做政治操作 实在是蛮缺德的 你政治操作 有好处也罢了 因为很久了 漏后 漏后后 我们知道 往来很久了 你要收成的话 也要很早就收成 这样可应该不会出现 这么大的一个暴动 是 外面有一个农民 老农民 那都要穿在头上 电头 烧电头 没有中凤梨都不知道 那个辛苦 那个要把它加温 要用电头 跪在地上 太阳这样晒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用 对对 然后有人开车来 停下来就说 你们这儿 三四块而已 你们这儿怎么买 那个农民会淌血 他说三四块 这块都给你收 我不用收 真的 所以你去攻击执政 我觉得监督可以 这样子的假讯息 会破坏交易秩序 产地的农民 会莫名其妙受伤 我觉得要选举去选 不要做这种事情 所以如果这中间 有人刻意在压低价钱 反而在伤害我们的农民 公权力事上 应该要去执行 所以那个斯伯兄 你自己所了解的状况 我觉得定宇兄 讲的有一些部分 消息正确 但是有一些部分 我不觉得那么正确 你说去年 跟现在的价格相比 去年优籍品 按照我们找到的历史之下 有个字 那叫农产品批发市场 行情站 这个过往的价格 都可以找得到 优籍品去年是32块 今年是22块 这个落架 不可谓不多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这样 有很多原因 当然有气候的原因 有气候的原因 但是人家 中凤梨的很多农民 都讲说五月 就已经跟农委会讲过 今年这个事情会发生 那农委会 你在这段时间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这一点大家拿出来质疑 没有什么不对 所以农委会自己承认 火龙果接下来是一个 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 我们最近台南在大促销芒果 在办芒果节 为什么要办芒果节 因为如果不办的话 可能又是这个 历史性的循环悲剧 所以我说 那个弟兄讲的 有一部分事实是正确 就是南部的凤梨兽 差不多了 但是有一部分 我不觉得那么清楚 那杨老师你为什么皱眉头 为什么 师傅 你是讲价格崩盘 你自己还算快 你不是讲你刚刚讲的那些话 这一场关键性的2018大选当中 到底有多少是假新闻假议题 刚刚关系的是农民 从过去的香蕉的蛟农 一直到凤梨 这一些农民背后 所呈现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实 包括在这一次新北大选当中 有人说他是个硬汉 那有人说是个正义形象 尤其在陈金兮事件里头 他根本是一个英雄 但是今天在明报 有一篇报道说他是卫善 侯友宜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 强调见过地狱的人 强调出生入死的他 这种铁汉的形象 在凡间已经一一被检验的结果呢 稍后吴郭栋 要从南非五官的回忆录当中 告诉我们 侯友宜的英雄形象 依然还在吗 陈信心挟持南非五官的事件 VCR 马上一一为你播放 那么看到他现在真正的角色 就是娘家被认为就是侯家 稍后李清风要从他所获得财产申报的资料里头 告诉我们 幼翼的股权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到底看到什么 四岁的千金真的已经成为 当时成为包租婆吗 这是不是真相呢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这是在今天明报有一份 那么叫做是展昭的教师 他投书到明报里头 他说这算是见过地狱的人吗 因为侯友宜最近陷入文化大学的宿舍风暴里头 蓝莹指引的是绿莹计划与歌喉三部曲 对他进行打压 那资深艺人刘家昌不以为然 本倒会是对他的肯定 不过透过了内行人的爆料 许多人才知道 以前他曾经对郑南荣跟卢修一等民主人士的手段 有多么粗暴 例如大批的园警包围杂志社 例如捉拿所谓的江阳大道 还有枪工已经是洒满汽油的杂志社 逼死提倡百分百言论自由的郑南荣 还以不成功的救援来自我掩饰 好这个就是当年被认为 以瓦斯枪喷辣椒水来对付被围在汽车内的民众 选出的立法委员卢修一 有人说这个投书告诉我们 是他说是为了自己升官的发财 没有自己是非判断能力与良知 只会以上面的命令来唐塞 他说上面有叫你强工满部汽油的杂志社吗 来一一还原这个现场 我想请教是这个杨老师 刚刚特别提到农民 农民现在的困境里头 你刚刚根据他们三位在发言里头 最后发言高斯伯在讲的过程当中 你呈现几模森索摇头 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新闻 因为刚才斯伯兄提到 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差 这点我们倒不会去挑战 是因为今年春天夏天的风调雨顺 产量高出非常非常多 产量恐怕高出五成以上 那当然按照市场的供需价 今年的价格会比去年稍差 也是不意外的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 而且刚才沃兄也讲说去年三十二块 今天还有二十二块之多 那可是各位晓得 标是媒体的标题是怎么写的 媒体的标题是写 凤梨价格崩盘 然后它内举的内容是价格是三块两块一块 是 这个不是正常的 这个不是在说明我们今年的价格比去年差 这个是在唱衰农民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价格正常的凤梨了 我想市场上正常在买卖 北农明明现在平均价格还有十八 还有二十 它就说六月三十号刚刚列出来了 那为什么媒体会报道三块两块一块呢 这是关键点 这就是为什么要去为言耸听 是因为它想有个政治目的 它要做这个样子标题 说凤梨驾崩 它为什么要这样讲 主要原因就是要去认为政府 要损伤政府的形象嘛 这是一个根本不实在的一个标题嘛 凤梨的价格没有崩盘 凤梨产量好 价格比去年低 这是事实 可价格没有崩盘 我们的外销还成长 这是一个事实 可是媒体却不断地去怂恿这些 让人家误以为这些上街的 都以为是价格已经崩盘到两块一块三块 那这个当然就造成一个政治上的效果 而在这个九位游行里面也有少数的政治人物 要选举的人在里面 这就更起人疑斗 他们这样子的抗议 抗议当然是正常的 你任何时间任何理由 说你政府的产销制度有什么疑问 他都可以抗议啊 可是你当配合这些媒体 恶意地做崩盘价格的一个宣传 然后来抗议 这个就代表了他有政治上的动机 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而且这个影响的会是农民 当你不断地说凤梨驾崩了 那你这样农民怎么卖 怎么继续卖凤梨呢 你这个事实上 危害了市场的信心 事实上农委会事实上 最近也做了相当程度的整合 甚至于高 对于那些比较刺激品的 他也用高于市价的方式来收购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在努力来缓和 有一些问题的这些措施 所以我觉得大的问题是在于 我们的媒体他刻意用一些很耸动的标题 来扭曲那个市场真正的价格 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我问一个关键性问题 吴老板我想请教一下 这有先后次序的问题 先有崩盘的新闻 然后才喊出崩盘的一个状况吗 抗议嘛 还是说先有崩盘的事实 才有崩盘的新闻 来你所了解是什么 确实今年的那个凤梨的价格 没有到三块两块一块 没有这种现象啦 这是事实啦 那因为六月这个中旬开始 产地就是开始都是下这个大雨 然后这个下雨过后它又出大太阳 那会造成这个肉虾的 所谓的裂果的下极品的数量变多 然后造成加工果收三块两块一块 那是加工果 本来这种凤梨就没有到市面上了 对对对 那我们如果说以凤梨的这个 今年度的价格确实还算平稳啦 那如果说这个全面性都是交这种价钱的话 那我们在收七块八块甚至九块十块的人 那是不是就 那个厂子里面凤梨就人满为患了 那根本也没有什么凤梨啊 所以现在小弟的认为是说可不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那我们这个农尔会农粮署的这些长官就制定一个可以保护小农老农的这个长久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就是真的落实开放执照嘛 让确定他每年都是辛苦在种植的老农和小农可以得到他的这个产量的控制 得到他们收入的保障 不要说好像前几年每年凤梨的价格都非常高 然后手头上有一点资金的人 他就一窝蜂下去跟着种 然后造成这个产量过剩 那挤压到小农跟老农的收益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长官农粮署 农委会的长官们可以来考虑看看 在政策方面借由这次的事情 然后来加以落实来照顾我们农友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值得我们来深思的 好 谢谢吴冠宇老板点出这个问题 这个是今天他们宣称集合有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 那五线市的凤梨农本来是说有七台的游览车 到后来我们看到一两百人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同样还是兼顾 现在农委会农粮署已经启动调节机制 每公斤8块钱的收购300吨的凤梨加工 另外补助加工处理费每公斤3块钱 供应单位集运费每公斤2块钱 来疏解凤梨农产的一个压力 可是呢 刚刚这个吴老板告诉我们的是说 提供造台因为落后嘛 你知道你做欧莱吗 你知道你做欧莱吗 知道你落后后日头 因为这几次开始落后日头一出来 一出来你知道我们这欧莱 他本来吃水吃到差不多百 白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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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说这种劣质品的王来 你我都买不到 因为他不可能会丢到市面上 不只卖相不好 賣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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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根本不可能賣 頂多這些劣質品的部分 可能一塊 兩塊 三塊 有可能 那有可能的狀況底下 就是變成去做罐頭 去加工 現在把這些劣質品 覺得是全面性的 可是呢 現在7月4號 今天有時候變成一兩百人 這個異星合作室的負責人簡元松說 本來有三千位農民要北上 但是昨天晚上有人打電話 勸我們冷靜 不要上來抗議 所以今天從兩百人來集結 儘管如此 還是希望政府來幫忙外銷或促銷 不要再出一張嘴了 他說鳳梨價格慘跌兩個月 目前嘉義收購價一台金 一到三塊錢 部分的產地農民甚至放棄採收 港元放給暖 那觀眾朋友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知道黃偉哲好像買一萬斤 我們要不要全面 大家來去買 以一塊錢 兩塊錢 或三塊錢 我們賣四塊錢 我們買一萬斤 全台灣大家一起來吃 賣 你是要買烈果還是中等以上的 你要先講清楚 當然 你買烈果給他不要吃 他現在說的也不是 你知道意思嗎 這些人的奧窒就是 他沒有跟你說是對一個平均幾塊 那你也買不到啦 沒有啦 我聽他的意思是 好好的王來也是一塊 兩塊 三塊嘛 你如果要在中等中班 中班以上的 你如果我用三塊四塊買到 我配給你 對啊 航空就收不到啦 所以是獵子 那獵子品 你買那一塊 到三塊要幹嘛 是啊 所以不可能 這個消息有傷害 這個傷害 是不是傷害非常非常大 來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最新的發展裡頭 因為說真的 一整車才賣三四千塊而已 鳳梨的成本就四塊半了 包括嘉義大領這個林朝中說 五月就向相關單位去反映 那現在如果是說 他們特別提到說 阿扁執政一二三 就是說上 中 下 產地收購價是這樣 小一執政又是一二三 如果還想要一二三 就再選民進黨 我跟你講 阿扁執政也不是一二三 也不是一二三 所以我必須要講 你們到底在講政治行情 還是水果行情 我跟吳老闆打聲招呼好不好 來 這個我們連線看一下吳老闆 吳老闆 謝謝你 因為透過你非常詳細的說明 因為請問這裡是明天公造台 這裡出現這種情形 結果現在變成是政治操作 我很擔心 如果模式得逞的話 現在這裡出外 今年應該 台灣的水果都會呈現崩盤 如果這個背後有操作的話 這是 是全面崩盤嗎 謝謝吳老闆 其實這樣看嘛 其實這樣看嘛 其實我們相交價格 上次不是說在報三四塊錢五塊錢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不是就是用十塊錢下去收嗎 我們十塊錢下去收到現在的那個價格是 產地價格是十五塊到十七塊左右 就沒有再跌過了 那事實上台灣的水果的品質和供需市場 事實上是非常穩定的 那如果說我們一個人 或者是光靠這個 這個 農糧署去補助個五塊 我們產地價格就可以回升的這麼穩定 那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內需市場的話 你們覺得有可能嗎 那事實上我們市場是還蠻穩定的 那各方面都還蠻不錯的 應該是不要以偏概全 這樣會比較 對農友才會比較好啦 我們政府也是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然後 把我們的這個 對農友的 比較 覺得可以嘗試酒安的政策加以落實 我覺得這個來講 也不 謝謝吳老闆 感謝你 謝謝吳老闆 來王定宇跟高知博要補充 他剛才講那個一二三 如果講的是中班以上的 講出來 大家去跟他採購 如果中班以上的 如果烈國你要說烈國 阿扁時代也沒有中班以上的一二三國 何必這樣子呢 那農民 賣的時候賣12塊13塊14塊 人家說夭壽人家說3塊而已 你賣到我10幾塊 你是在害農民還是幫助農民 而且他們散播這個 除了要打擊現在執政以外 他有一個目的 哎呀 你都跟中國不好 沒有九二共識 中國不可以跟你賣 那是另外一個目的 可是我們要講 鳳梨外銷到中國沒有停過 你知道海南島 我們現在鳳梨的競爭對手 已經增加了海南島跟東南亞 海南島跟廣東那邊的鳳梨 一顆0.9塊人民幣 他們自己就是那個價錢比我們更慘 你要叫他來採購我們的 所以我們今年除了我們豐收以外 增加了東南亞海南島 廣東的競爭對手 這些都影響 但是價格往下掉是跟去年比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講到3塊錢以下的時候 又不講他的品項 是 這適合居心 我還覺得農民的辛苦 不可以讓我們這樣糟糕了 是來 斯伯兄有不同意見嗎 也歡迎關心屏東農民的水油餐 也加入我們討論 還包括了洪建議 來 斯伯兄 我只有幾句話簡單的補充一下 我覺得邏輯上我不要在這種崩盤 這種非常主觀的用語上打轉 但是32塊到22塊 如果你任何一個商品價格 掉了三分之一 你說這個影響不較大 我覺得這個講法 也未免講得太傾客 我不認為說任何一個商品價格 掉了三分之一 這個是一件不嚴重的事 第二個 重點在農民的收入 收入你如果要講邏輯 那還要再必須談一件事 就他們今年的優果 特果 還有裂果 它變成特 優 裂 三級 到底他們因為天后的影響 各佔了多少的比例 那你如果說裂果很多 當然大家的收入不行嘛 那收入不行 所以政府啟動了很多補貼 去撐他們的收入嘛 第三個就是 媒體標題下的錯誤 下的殺人 但是引述的人 人家可能不清楚 所以您是去怪那些 出來聲援的人 我覺得這也不大公道 是 是 那就是 這種說明三塊一塊兩塊的人 沒講說是裂果 好像讓大家誤會 所有的部分的資訊 全部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你講話是公允的 但我要講 開記者會的人 直接講一塊到三塊 他不告訴你什麼果 要出來聲援的人 那有跟我講是裂質品嗎 裂果 要出來聲援的人 都只看標題不看內文嗎 這個會嚇死人 因為這是影響產業的 我會認為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在炒作這個議題 第一 王來賣了 你現在真的是要 你說要去你們官廟買王來 收沒有了 收沒有了 也沒有王來 讓你收嘛 你說裂果會到一塊 到三塊的 我們全部都相信 但問題是說 或者說 司伯兄 你剛才買的 你跟他一起吃吃吃吃吃到那裡 有我們的水果 有些人買之後 又不是 不要怎麼那麼好 放在那一公斤 就有可能現在是五塊 這五塊 這八十塊 看五塊的人就會想說 奇怪 都是蓮霧 為什麼這個是一公斤 是八十塊的 為什麼 吳國動這裡賣八十 他的旁邊這裡賣五塊 你的品質就不一樣嘛 所以重點是在於說 碰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政府有沒有因應的一個對策 我對政治人物把人民帶上來 來抗議 我有兩種解讀 第一種你可以把它解讀 是說它跟農民站在一起 可以這樣解讀 可是呢 如果站在一起的時候 是講些什麼 講說你看喔 鳳梨現在一塊 現在三塊 我說你是在看得貴喔 手機上網一下就有啦 北農一天拍賣多少 像今天是多少 十七嘛 十九塊 十九塊 那你如果高雄 菇菜市場 你那邊高雄的菇菜公司 你上網看一下 也都會有嘛 那你偏偏把它講說 你看政府都不作為喔 看農民在那邊 要站起來喔 至於你剛剛提到說 價格當了三分之三 那要問就是說 你期待 你期待的是你 這個鳳梨或者說香蕉 你今年要賣多少 哪有勝利的成本 那我第一 我們在做農的 過去的七八年 鳳梨好一陣時間 這都屬心 但是種這個鳳梨的外層 年半的時間 十八塊才會想 這個農民這一次碰到 為什麼很多人會怨 就是說 佳義民雄的三星村 你們這裡都住三星村 你看三星村 你看他們的房子 後來大家蓋的房子都蓋得不錯 不要說他豪宅 至於他們住的品質 買到的房子都非常棒 為什麼 他們整整人種鳳梨 七八年都賺到錢 剛才王定宜 他看人家在賺王來都賺錢 他對人家賺王來 剛才賺就近年 剛才你看大豐收 他的價格就下來了 所以他可不可以怨 他當然可以怨 但政府有沒有相對的一個作為 所以我是因為說 把列國 把他給政府下來 把他給買走 讓市場上的沒有這些列國 其他的 好的鳳梨 他價格本來就會上來 跟前陣子的香蕉一樣 我對這種議題 如果現在吵這個議題 我會認為說 這就不良心 大家摸這個良心 我們插這個議題 到底是要做什麼 是要幫助農民的 或是說 我們要來當政府的 兩種 站在在野黨 他可能兩種他都要 可是對嗎 現在有1塊的王來嗎 市面上有這個東西嗎 是是是 我記得前陣子 友台在報 芒果剛出來而已喔 結果基隆的航口就跟你說 你看看喔 我們現在 本地500的芒果 我們為了要 不是 本地500的芒果 我們現在為了 農民盜 我這裡都賣賺 魚 我都賣你 我嚇一跳 我說你這夭壽人 你這是要為了農民盜 結果他拿出來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拿出來的是 刺激的芒果 如果是 優等的 較好的 上級品的話 一小九百 結果他那收出來 他那本地 來賣魚子五的 他就開始說 你看看這本地500 賣魚子五的 他就要給農民盜 所以我會覺得 促銷的手法 連這個都害到農民了 更何況 假設你是要參選 你是政治人物 那你更應該把農民的事情 當成你的事情 你今天大家帶出來之後 鳳梨這樣騙了 你看看 政府沒力 那真的是符合事實嗎 這裡頭 如果真相 透過你們一一解析之後 看到跟現在所呈現的事實面 是不一樣的話 那現在呢 在這一場選舉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真面目嗎 你可以看出真相嗎 我剛剛特別提到展昭 這一位教師庶名展昭 他今天投書到這個明報 他裡面特別提到 其實外界對侯友宜的所有指控有假嗎 他是這麼問 他說侯友宜也承認 大群管是他們的財產 租給文化大學也是事實 每年漲5%也不假 以前執行國民黨政府的一個指令 打壓民主認識 也有土與文為證 那這個能說是打壓跟謀黑嗎 談得上叫做歌喉三部曲嗎 他說太好笑了 另外還有一篇 一個未善者 我們看到這一篇的一個投書 他特別提到陳進行這個案子 我們來看這個VCR 那火龍大哥繼續幫我們做解釋 86年南非五官匣職事件 世行大大隊長侯友宜 為了追棄陳進行檔案 在與陳進行周旋許久之後 最後終於逮到了他 而當侯友宜抱著小孩走出來的那一幕 震撼整個社會 他就是侯友宜 他還要再加 sigue 上次要照顧 我去阿小 而且我講的很大 阿小har 那個聲音還不能很輕柔 我們跟他對話不 güç 轻声细语有礼貌 我这对话是要有一点 我也是一个级数的大哥级人的 对你这个黑道大哥一样 那叫来都很 挺硬的 啊现在你是在做什么 那种话也是很粗熟 但是对这些人来讲 他是一个亲切 临近感 而且这个人会变成 你会开始有心 侯友宜从南非五官家中 爆出婴儿的惊险画面 相信许多观众记忆犹新 当时凶狠的沉浸心 夹持人质 侯友宜不顾危险 三进三出官邸 和陈进行谈判 最后不但救出了人质 还让陈进行补法 这一仗侯友宜打得漂亮 让他的声望到达了最高点 从此侯友宜不但和破大案 画上了等号 官运更是横通 来我请教的是国栋大哥 这是明报 今天这个投书叫做 未善者的正义包袱 同样我刚刚提到 是以展昭为名义的教师投书 特别提到 他真的是走过地狱的人吗 那另外一篇叫做 未善者的正义包袱 你所了解的侯友宜 走过地狱的人 在陈进行事件当中 其实是一个英雄 来 国栋大哥怎么看 我先声明 先说明一下 我实在虎友宜35年以上 从他在台北市刑警大队 最基层的除暴组分队长 开始到现在 台湾的警戒没有什么硬看不硬看 台湾的警戒长期过去 在海津陆战队司令 孔令城 何恩廷 罗章的领导之下 想要把警察训练成 跟海津陆战队一样 是不可能的 因为警察是亲民 爱民 辩民 服务人民的保姆 所以长期来警察 经常要塑造说是硬汉 那都是骗人的 不可能 警察只有两种 一种是奉公所法 不走偏门 替人民服务做事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警察 派出所警察 很乎武者 欧巴桑 欧李桑 很亲切 一种是什么 旁门走道 天天是走关西 求升官 所以警戒里面的黑海 是任何公务部门 最多的 一般要申请的时候 黑海 整整天都来了 何友宜 是不是硬汉 没有什么硬汉 那年代 因为警察没有所谓的发言人 每一个部门的主管 敢讲话 跟记者接近的话 他自然就会塑造一个形象出来 所以去年六月的时候 何友宜还没有辞副市长 曾经到电台来接受访问 我就问他说 你真的要选新北市市长吗 他没有回答 他是 他犹豫 他只说 等 等再等 当时我问他 你是在等什么东西 有什么可以等的 我那时候劝他 选举跟你当警察的生涯是不一样的 你要搞清楚 你不要以为选举跟你在警戒一样 三四十年的这么顺俗下来 当警政署长下来 还有警察学校大学的校长都让你干过了 公务体系都做完了 你就以为你可以选举 不一样的 他只是跟我讲在等 那今天等出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面对检验 包括他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大案子刑案 以及警戒的人事纠葛问题 人家都会开始 如果今天台湾有像德国的除够法 他是要被调查的人员 所谓的除够法 你曾经在独裁党政体系下 去做一些追捕打压 他不同声音不同意义的民主分子 这个都要被调查的 但是台湾没有除够法 很多事情 我是劝他说 你从一个基层的警官 已经做到警政 全国警政署长 做到大学警察大学校长了 已经功德严满了 警戒没有几个人像你这样子 如果你还在为了政治利益 还要再去下去的话 那你就要面对这些问题了 很多人当时替你掩饰 替你美化 南非五官的回忆录当中 因为陈庆兴这个案子 很多人认为 侯友宜当时担任台北市刑大大队长 是扮演英雄的角色 但是我记得 帽子生命危险进去的 其实是当时担任律师身份去协调的 谢朝廷 他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 他是先谴责我们 他是因为南非卓茂奇 这个五官是 反恐的专业的 他是来台湾 他驻台台湾的五官 他的专业是反恐怖分子 他说你们台湾警官 皆是素质不良 今天没有训练 哪里有人词在里面 你们枪就这样乱打 他谴责当时的警察的作文 他说在现场采访人 他都是替他们里面捏一把忍汉 那所有主席手 主席家都埋 整个都对着里面 那就有一种说法是 不惜全部都打掉 那真的很恐怖啊 那你怎么可能呢 那时候我们所有电视媒体画面 集中在他报的婴儿出来的时候 把他当成是一个婴儿 可是里面的传闻不是这样 当时进去里面 后面当中你看到 的确当时在阳明山 南非五官 被陈金星挟持的过程中 你知道 你看这个画面 各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YouTube有个叫新闻幕后 1997年的11月19号 当时我在民事上 那我八点多被通知说 那各地是哪里都连线 快报 赶快上去 我一坐之后呢 这是我史上做播报台最久了 我从八点多坐到隔一天的六点钟 那当时他们一直问我说 你OK吗 我说OK 那因为我本来以为是个枪战 结果忽然是挟持五官 所有的SNG进行 包括当天 第一个是台式的代中人 call in进去 跟他进行连线 连线一两个小时 后来我也打电话进去了 跟陈金星进行对谈 那所以呢 你看他当时说 哇 他是个英雄 把卓茂奇的最小的孩子 婴儿抱出来 但是呢 我先请教是王定宇 等一下国中大哥去 帮我们做补充 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前天首度提出一个质疑 说你质疑有四岁 甚至六岁八岁的包租婆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大股东 大股东 我们这样讲好了 侯友宜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说这个公司是娘家来的 发现全部都侯家的 他说这个幼豫公司 跟我们没有关系 也不是用我女儿的名字取的 也是假的 他说这个土地 土地是继承来的 就五分之四都在任美林的名项 提供给幼豫公司 租金也没有看到留项 他又说盖房子三千六百万 是娘家给这个任美林的 他自己的办公室发声明说 出租给文化大学的租金 配完之后 要去还那个负债 请各位去查侯友宜 从担任副市长开始 要财产申报开始 也就是他讲要 还那个负债开始 他的债务栏上是零 他没有那个负债 那既然没有那个负债 那你那些租金的收入 怎么通通不见了 他夫妻两个人 财产都没有波动 还增加了债券 那个债券不是负债 债券是国泰释华的 那个是将来可以赎回的债券 一次一千三 还有一次是一千五 也就是说 他在财产处理这块 他以前讲通通不知道 现在又欲要停租 他可以直接决定 他可以贴发票 资金 租金 来来去去 到现在讲不清楚 他成功